地球上有一個地方是三藩市的天價車站 有些人說我們香港的車站很貴 那個車站是超級貴 也很貴 貴了很多 但這個也不是東西小 這個就是三藩市被譽為地標的車站 就是他們的中央車站 三藩市打造了20億美元156億港元 號稱為全美國西方中央樞樓的車站 開幕了一個月 發現支架開始有裂縫 跟我們的車站一樣 支架有裂縫 流水、沉磅 他剛剛在面上被貼金員說很漂亮 因為整個車站好像燈罩 美得像藝術品 表面漂亮 但表面要用才可以 內裡就一塌糊塗 你這件衣服畫得多漂亮 穿上去爆的 有什麼用呢 有個說話就叫做花皮蓋雞籠 外面好看就是淚頭胸 就是這一隻 你會被人笑的 裡面的支架有漏水 裂縫也有東西 他被迫要關閉 開了一個月 當然啦 他漏水 關閉 可以放一桶嗎 其實我們數碼說也有 我們數碼說 一落大雨 馬上就放幾個桶 一定要放一個牌子 小心地滑 戰爭的話不關我的事 其實也挺難看的 Cyberport 2003年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很漂亮 現在Cyberport都漂亮 如果不是Cyberport都不會有那麼多 香港的港產片在這裡拍 很多電影都在這裡拍 很多廣告都在這裡拍 你知不知道有時候 有些上班照片 有些人說 你在無間道上班 但原來很多人認得 這裡是拍無間道的場景 而且這裡是警察開會的地方 辦公室 辦公室在下面那裡拍 還有那些大玻璃 原來很多人以為 你們在無間道上班 那裡不是無間道那裡 那裡是三百坡 那裡叫做數碼港 你在城隆那裡上班 不是城隆那裡上班 哈哈哈哈 是三百坡 那到尾 這次你這個就是 沙凡市的車站 因為打造了156億 而開幕了一個月後 被人發現 因為那些支架的凍樑 出現了裂縫 為什麼要整個封了它呢 因為它已經倒了 當然了 摘死人家就死了 是啊 原來是三百坡市 因為塌下來就很大件事了 是啊 所以剛剛開了一個月的車站大樓 現在裝置的天花 因為上個星期出現有裂縫 行政大樓決定了裂縫的位置 剛剛在城寵那條 那條裝糧附近 它害怕整條塌下來 糟了 不是嘛 浪費了這麼多個億去倒死人 真是 真是撞你的鬼 真是 如果倒下來 我想是國際醜聞 不是啦 還要扔不多錢下去 真是災難 真是災難來的 真是的 然後工程師就說要研究那些柱 或者所有東西有沒有受損 因為怕又怎樣呢 怕它真的會倒下來 第二就是 建築材料 當然了 因為有人問了 建築材料是哪裡來的 糟了 又是某個國家 輸入 幸好 它當時說建築材料是沒有國際的 強調關閉車站只不過是以防萬一 但是整個車站就關閉了 剛剛開了一個月就成為國際醜聞 一個月的時間 你就把一個號資156億的東西關閉了 也是醜的 百多億的東西都這麼兒戲 真是哪能信得過這個世界 天下烏鴉一日黑 都是豆腐渣工程 百多億都是整個豆腐渣 豆腐渣工程出來 其實馬士坑可以出來 就是用這個來作為一個 借鏡 人家用那麼多錢都是這樣 百多億都是這樣 地球上所以說永遠有新的資訊 每一件事都會發生 你不是說花錢多 但是你一陣子有些東西 真的不能哭 尤其是我當年看到 某個的show 某個show 就是說他們做了一個show 那台倒閉了 嗯 不過這個我也看過 有些台真的跌了下來 真的見過 成了那麼多人在台上 倒閉了 那條樓梯行不行得 哪裏出入 哪裏會升降台 無端端都這麼多 死人知道有多嚴重嗎 當然 但是有些主辦商會就省點錢 因為現在你承包一個工程 看你的價錢 原來建台要20萬 這裡人家12萬 可以了 你不去衡量一下 12萬 和20萬 為什麼要收你20萬 很多人是不這樣衡量的 是的 他們還要衡量的 就是當你去嫁低者得 是的 沒錯 在那裏迫的時候 永遠都是嫁低者得 這樣的話是本末倒置的 是的 我不贊成嫁低者得這件事 人家為什麼收你貴 因為人家有一個經驗 一個功夫 人家用什麼 那條木可能是 他就搭一條算了 人家說不行 承受了 可能一定要兩條 一條斷了 還有另一條 扛住 可能人家計算這些 是的 當然 但是不是的 那條木也沒用 萬一有危險 是要兩條的 但是有些人說 不用一條就可以了 那倒置就怎麼辦 就倒置了 就倒置了 倒置就算了 那他變成了這些 他就是要計算 萬一有意外 都還有一條倒置 整個台不倒置 所以你就貴了 那就貴了 是的 因為他們多了 但是那個價低者 不用了 我們全部都減一半 那他一定比你便宜的 都笑了 不要那麼多人上台就可以了 分批上 30人的就分三次上 每次上十個人算了 我們去做show 我真的坦白說 有時我站在台上 我自己都害怕 那台是動的 現在特別多這樣的情況 我試過有一次 我做過有一個台 厲害到 我們開會時已經說過 那個台有一個畫面 一個場面 是需要有30個人 站上去 敬酒 那我就有一些搭台的人 就說 你這個台應該是不可以 最多只可以承受20個人 在台上 那你唯有的就是 在當時 你的作為 我們的司儀 你就要 分批 分批他們上去 又或者是有些要站在台前 他們要再加多幾級 你想想幾乎算 是的 要這樣 那就是要分批 而且你要看著 不可以有太多人湧上去 你說要有某些某些人 就算你讀了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 那個台是因為 那個台的問題 他都會走上來 他要我幫忙 明白嗎 就是要我幫忙的就是 維持那個秩序 控制人流 我不控制到這些那麼多東西 因為我同一時間 手上也有那麼多個名字 我要叫他上來 你認為我還會不可以 和你慢慢慢慢看得到 那個台上面 不可以超過20個人 是的 所以其實那次是很大壓力 和很害怕的 如果那個台是很好笑的 它是有幾個不同的 很小的台仔 搭成一個很大的台 上面只不過是用一塊 就是紅色的大地毡 就是只是拿著他 只是拿著別的 我穿著一對抖領肘的高跟鞋 都會藏在那裡 跟着又有一刻 是整隻鞋液了 很想拉出來 我很害怕 現在做台燈聲 做主辦單位 不要選平價來做 沒有一定會選平價 怎麼會不要選平價 人家給你一個夠的話 你也想自己多花錢放入袋子 你要記住一件事,你便宜要承受風險 如果在台中倒了,死人,你的主辦商是一拋清袋 又沒有台買保險,有什麼損傷怎麼辦 還有後面的背景,背景也很危險 背景也很危險,我試過有時候很好笑 在哪裏不要說了,背景遙下遙下,很大風 然後我就用手撐著 他繼續說話,因為我不撐到他倒下來 其實我是這樣,但那個藝人不知道我做什麼 他就為什麼要擺這個姿勢 因為你做了四哥人 因為我已經看到他倒下,很大風 他們連這東西都沒有算過 你有本事的風是在後面來的 在那條街封一條街去做一個活動 我就看到他就說,這樣嗎? 我撐著他就說,韓姐你覺得是這次的意義 他就說,你為什麼要擺這個姿勢? 我就說,你不要理我 你先回答我 我想他快點做完這個儀式之後 你就快點下去了 對 很可怕的 所以你問你這個豆腐仔 這個豆腐仔 嚇死人的 我再說一次真人真事 我經常說,叫TVB不要胡亂炒人 有些人是 他真的整個心是很愛TVB的 你炒了他,可能他少了一個叫支柱 一個公司沒有支柱就會射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呢? 我剛才是搭台、弄東西 當然別人眼中覺得道具手足不是很重要的人士 藝人一定比道具手足更重要 但有些道具是很愛電視台 我真的親眼看到 我覺得一個寬樂滿東華的道具師傅 我說,你真的很愛這個電視台 他寧願自己多做一些事情 有些人是愛你的公司 不要緊 只要你的公司好 我多做兩件事 他不想你出事 不想你出事 大家還記不記得當年有一個籌款 叫沈殿霞鎖上去之後 轉他的圈 找飛箭射他 他還綁住他的手腳 五花大綁 五花大綁 這樣綁住 我很記得那個 因為我當時要做司儀 我們要排在那裡 看他們彩排 當時我就說 TVB的成功 是因為有一群很愛TVB的人 鞏固著TVB所有的東西 你記住 員工為什麼是一個寶藏呢? 我經常都說TVB為什麼會成功 因為那群員工真的很愛TVB 那些東西其實不關他的事 跟他沒有關係 那旋轉輪 就要鎖住沈殿霞 他們知不知道 錫TV是怎樣的 我看到道具搭了那個輪 不要叫肥仔進來 不要 肥腸啊 叫肥腸下來 肥腸很肥的 肥腸是一個比沈殿霞的人 是 是 他們不想肥仔出事 還有不想晚上這東西會倒下來 失禮來TVB 是呀 因為會失禮的 對 你的道具會倒下的 會失禮 很差的 那些道具手足就說 叫肥腸哥哥下來 等他鎖上去 我們轉一下 看看那個轉輪的速度 對不對 還有承受力的那個板 會不會 向前拍下來 向前輕微 輕微 就要再做個 穩固一點 肥腸下來 鎖住肥腸 就轉 肥腸 肥腸 肥腸沒事都沒事 肥腸是重 肥仔100磅 嘩 他400磅 那他也沒事 肥仔就沒事 肥仔就沒事 是呀 他們會這樣試一件事 好 肥腸上來了 他鎖上去之後 你沒事,肥仔也沒事了,行了,轉,沒事,叫肥仔進來試試吧 你想想,多用心,一個道具而已 如果你沒有心,你不愛TV的人,想想想 我答完就算了,試也不用試了 那他又怕什麼?打了肥仔 其實肥腸也要冒險 當然了 一拍下來就說肥腸變成什麼東西 因為以前TV的員工什麼都不介意 樓上樓下來幫忙做 人家在辦公室,人家在辦公室 不是道具,是不是道具? 不是,是編劇 他還有第二組編劇 幫你的道具幹嘛? 他為什麼要幫你的道具? 但以前的TV是無所謂的 大家互相守望相助 以前是無分理我的 那個表演我記得是籌款,是Live的 不可以有任何問題 不可以有任何問題 但別人眼中看不到這些,他們試了很多次 而且他們很愛電視台 很愛每一件事 他們覺得做好事 雖然他們是無名英雄 沒有人會知道那個道具的叫什麼名字 但他做好就可以了 他還要做到最好 以前的TV是大家穩守這一句的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這樣 真是假的,不是說假的 真是假的 真是假的 是大家將那件事做到最好 那些事發生在青水灣電視城那時還有 搬到將軍路那時 搬到將軍路那時 越來越少這些景象 但那時在青水灣電視城 是全部人人都守望相助的 很特別的 可能經過看到 例如假設李麗蕊三點來要試造型 無端之間就見到 誰有空嗎 我問我做什麼 你坐下借頭給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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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李麗蕊來試 你讓我先試一下 大家是守望相助 不會介意 他的頭關我頭什麼事 他的頭關我底事 大家無所謂 準備功夫做得很好 所以才能夠打造一個王國 這是事實的 大家要團結 所以這句話我都送給TV 就是告訴你 TV有今天的成績 其實是員工穩固了這個裝底 所以你更加要疼那些員工 不要亂裁他們的員 是吧 是吧 真可憐的 好了 這次三藩市的車站出事 真的 就是說 裝底不好 這不是村長話 做人最重要是不要顧面 底也要顧的 內內外外 都要做得好好看 是吧 國際醜聞就不好 來源來自三藩市的 號支了156億的車站 但是開了一個月之後 要關閉 因為裡面已經開始有裂縫和流水